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北京有一条消息说 曾经担任国务委员 国务院秘书长的杨津先生 已经由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降为一个副局级的干部 这个消息没有得到官方的印证 因为官方还没有公布这个消息出来 是不是公布呢 也不知道 我们知道杨津他在担任内蒙古团区委书记的时候 当时团中央的第一书记是李克强 所以李克强当了总理以后 把杨津提拔为大官家 国务院秘书长是有他的共产团的渊源 但是19大的时候给李克强一个耳光 就是把他的大官家当时没有组织处理 但是大家都非常清楚 19大上面他没有成为中央委员 大家都知道他出事了 也就是不给李克强面子 把他的大官家给处理了 就有一点像 不给胡锦涛面子 把他的大官家 令计划给抓起来一样的 当然杨津是不是命运跟令计划一样 最终被判刑被抓起来呢 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按照现在传说的方式下来 那似乎他免于被刑事处理 那可能是非常之大的 但是这个对李克强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消息 也就是说他连自己的大官家都保不住 杨津有什么问题 那领导干部其实都有的问题 什么男女周风问题 风外情问题 那对于贵党的领导人来讲 领导干部来讲 真算了一回事吗 至于说贪污火火问题 对于领导干部来讲 真算一回事吗 有一些说法 他之所以被处理 是跟肖建华有关系 明天宿的肖建华 被绑架回内地以后 关于他的各种消息非常之多 而且说呢 他最近日子过得很不错 心情很好 这种消息已经传了几个月了 我很难相信这个消息的准确性 虽然消息来源跟我说很准确 但是杨津的这个降级的处理 其实不仅是杨津本人 还不错 免得到了秦城 也许是不是秦城 现在人貌为费 领导干部的牢房太少 因为呢 十九大之前 很多的领导干部的处理 都是采取这种降级的处理方式 比如说司法部长吴文英 听说也是降级了 然后前公安部的常务部长 也是呢 这个降级了 对吧 有的是降成私局级 有的是降成去级 没有送司法系统处理 那么这就是使我们想到 早几年 或者是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以来 实际上都是这样 如果你是个党员 被抓起来了 或者是准备抓你 发现你的雄旗 判三年 你是党员 那就算了 别判了 就是开出你的党籍 所以有人就说 一个党籍可能顶得上三年雄旗 所以与党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 现在大家发现了 贪污受费 乱来 你爬得越高 还是不错的 就给你一个降级处理 如果你是个县长 或者是一个平民百姓 就可能陷入牢房了 但是你当了领导干部 就像以前一样的 你成为党员 就可以从这个事情处理 降一个级 对吧 难道他们所涉及的问题 只是违反了你们党的纪律吗 不是的 毫无疑问 他们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话 完全符合圣交这个法律处理 司法处理 结果现在就通过这么一种行政处理的方式 降级处理 那当然这种降级处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习近平 不想抓那么多人 秦成人往违反可能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他想缓和跟这些所谓的贪官污吏的这种关系 但是你说降级呢 能够使人家心情很好吗 虽然你要抓他 最后面不抓他 让他在外面降级 他心里还比较舒服一点 但是你要真 他想一想他的乌梢帽就这么没了 或者是乌梢帽降了颜色 降了级别 他心里面还是有怨恨的 对吧 杨洁现在看样子 将委复出去的可能性 这种消息啊 不是空虚雷锋 当然 一切等官方的正式消息为本 我们听到的就是谣传 但是不过我想到的是 李源潮同志怎么办 李源潮同志是 比杨洁明积更大 实权更强 对吧 那么他本身 原来还是李克强的上司 从级别来讲 没有想到李克强 爬到他上面前面去了 成为了团阵的第一书记 但是后来 李克强到地方去的时候 对吧 他也在地方 后来他 到了北京 虽然没有像李克强爬到那么高 也被认为是 那是政治局常委的必要人选 十八代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 他没有进这个常委 当然保持了政治局委员 保持了一个专门办商事 对吧 专门出席商事活动的国家副主席 那么这个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被抓 被查 那是随时随地的事情 那么十九代上面 他没有成为中央委员 他的其实爆炸性 一点都不亚于杨金 而且他涉及的问题 根据内部署各种传闻 那比杨金要严重很多 因为呢 经济问题还是次要的 对吧 更重要的是 他跟令计划是巴里巴里 是搭档 差不多搭档成为未来的总书记和总理人选 因为听说他有总理情绩 李克强爬到了头上 成为了总理 如果令计划是总书记的话 那他就是总理 结果按照王岐山的说法 那就是最大的腐败 政治腐败就是最大的腐败 对吧 那李源潮怎么处理呢 他的小舅子 听说他在加拿大还是在美国还是在海外什么地方 溜了 对吧 对他的处理 什么时候出现 是像杨金这样降级处理 还是最终决定呢 把他抓进去 总之 但是我有一种感觉 李源潮的事情似乎不会那么善了 如果他真的让他善了 那么呢 在十九代的时候让他成为一个中央委员 对吧 至少呢 还有一场保护伞 或者保护一段时间 像张春贤和刘七宝 对吧 那就等于降级了 明明地从一个国家领导人降为普通的中央委员 当然还是享受正部级待遇 是不是还中央委员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 我不知道 按照道理来讲 张春贤和刘七宝 就已经从原来的国家领导人降级了 而李源潮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 那说明呢 他将会遭到更严重的取化 当然 张春贤和刘七宝未来会不会抓 那不会因为他们成为中央委员呢 就打了包票 但是19大他们能继续保留中央委员 这种降级的处理 至少在目前时间来看 他还是比较相对来讲 比较有了一种保护线 而李源潮 连这个中央委员都没有 所以惩罚他 似乎呢 就是指日可待 那我们就看 什么时候惩罚他 什么方式 是降级 还是把他抓起来 但是我们看过点点今天事的人 都知道 李源潮 他的小学同学 中学同学 大学同学 江苏的同事 团阵的同事 文化部的同事 很多都是我认识的朋友 他们其实对李源潮的印象还不错 对吧 李源潮本来就想当一个老师 结果后来也已经大了一点 想成为一个数学家 要成为苏不清的 这个叫什么 苏不清的弟子 没想到最后面的结果是 被陈培显看中了 他把他和梁国军的孩子 然后曾三的孩子 曾建宏 梁国军还是叫梁什么 梁志平 我都忘了 跟习近平搭过当 当习近平当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 他是副书记 后来成为了浙江的政协主席 二号美术 现在去画画 去搞书法去了 他是平安着陆 对政治早就看错了 李源潮 野心越来越大 结果就栽在野心上 就被定论为是 政治腐败 蛮可怜的 但是你既然当时有这个政治理想 那你就知道 应该为止要付出代价 今天那些在台上的人 要无仰慰 他们权力膨胀 其实他们也很清楚 随时随地也会布 杨津的后群 也会布李源潮的后群 谢谢大家